疫情过后为了振兴国内的经济 除了中央推出的三倍券之外 四大部会也都跟着加码 一放券 客装券等等 让民众可以把优惠一次拿好拿满 而花莲赏金业者也搭上了政府的振兴政策 现在出海赏金不但可以使用三倍券 包含一放券 农优券 甚至是浪漫客装旅游券都可以使用 让游客是直呼太划算了 海上鲸豚成群绝对享受竞速快感 时不时还会要出水面机器浪花 让船上游客惊呼连连 只要到了暑假期间 出海赏金就是外地游客的热门选项之一 今年业者也搭上政府的振兴方案 不只收三倍券 连农游券 客装券 一放券 都可以一次用好用满 阿咪就省了750块 好棒啊 全部都折抵掉了 总共折抵了2950元 2950元 只付了50块钱 两大两小就可以出海赏金 业者还推出了鸟鸟优惠 六点半的船班 凭两张农游券 可以免费带一名海童出海 一般赏金的票券是900块钱一张 那我们知道科委会所给的农游券是250块 一放券是600块 那各个部会所给的金额都不是一样 但是我们给消费者是不管是同时使用 或者是合并使用都是没问题的 自从安心旅游及加码券上路之后 赏金人数跟疫情期间相比 至少成长了一倍以上 赏金码头挤满人潮 出海船只几乎斑斑克满 不止游客玩得开心 业者也笑开怀 谢谢学历勤华联港报导